螳螂虾挥拳的速度堪比9毫米的子弹 速度之快 周围的海水都会气化 它们的一拳甚至能打出火花 普通的海螺壳根本防不住它们 这只螃蟹更不用说了 仅需三两下就将其垂翻在地 通常情况下 这只螳螂虾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洞穴中度过的 尤其喜欢挖掘洞穴 它的身体构造也十分的适合这项工作 多达十几条腹肢 可以轻松地将洞穴里面的沙子携带出来 此时另一只螳螂虾正在外面流荡 它必须时刻保持戒备 因为对方有可能是要抢占自己的洞穴 对此 这只螳螂虾采取了先发之人 飞速地冲上前去 一拳将其击溃 在这片珊瑚礁中 暴露自己的行踪 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 很可能会成为其他生物的美食 这是猪如墨鱼 虽然它只有一个茶杯的大小 却是一个十分贪婪的掠食者 生活在这里的小型虾蟹 都是它古食的对象 这种看上去毫无防备之力的拳机械 似乎是一顿可口的美餐 它的体型并不大 只有一粒钮扣的大小 这只傻傻的拳机械 似乎并没有察觉到危险 猪如墨鱼缓缓地靠近它 下一秒直接发动了袭击 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墨鱼表情痛苦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吃掉对方 一切的秘密就在它钳子上的海葵 这就像带针刺的花球一样 用来抵御掠食者 只不过这些海葵花球 却成了其他同类争抢的目标 两只拳机械在这里缠斗 而在这个过程中 它们都会无比地谨慎 生怕将海葵弄坏 对手将它牢牢地压在身下 然后小心翼翼地将它钳子上的海葵摘走 好在对方还给它留了一个